2022年1月,一场全球轰动的离婚事件震惊了世界 中国影视界的巨星黄晓明和杨颖宣布结束婚姻 这一消息不仅在国内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 也在国际舞台上引起广泛关注 在这场离婚中,杨颖获得了250亿财产分配 这个数额足以让一般人目瞪口呆 然而对于杨颖和她的粉丝来说,这并不是关键 因为在此之前,杨颖已经是中国娱乐圈的大亨 一位集团公司老板,电视剧制片人和杰出的演员 然而这场离婚事件则是一个冰山一角 根据黄晓明的透露,他们的婚姻魄力并非源于丑闻或背叛 相反,她认为杨颖不再适合她 不能与她一同应对各种挑战 她进一步表示,女性如果不能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取得平衡 就不值得成为妻子 作为一对备受瞩目的明星夫妇 黄晓明和杨颖的离婚引发了广泛讨论 一些人支持黄晓明的观点 认为杨颖只是靠外貌出名 缺乏真正的作品和表演才能 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婚姻本应是私人事务 我们无需对其过多评头论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黄晓明在这个话题上拥有话语权 她坦率地揭示了这次分离的真相 使人们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并非表面所见那般完美 这或许是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问题 早已爆发的结果 与此同时 杨颖的剥夺也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她的社会地位 虽然她曾经已研制出名 但如今已经成为一位实业家 她雄厚的财富和显赫的地位 证明了她在离婚后的自主性 然而这种独立性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包括如何平衡生活和职业的问题 对于普通人来说 黄晓明和杨颖的离婚事件 可能并不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 然而对于那些在中国娱乐圈 和商界工作的人来说 这次事件具有深远的意义 她凸显出一个事实 即在当今竞争激烈的职场中 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正在迅速演变 而男性必须适应这种变革 总之黄晓明和杨颖的离婚事件 引发了一系列重要问题 这包括夫妻关系中的平衡 女性的独立权和自主权 也及我们无论身处何地 都不能逃避生活的现实 我们不能仅将他们的离婚事件 视为娱乐新闻 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在 社会和娱乐圈中 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夫妻关系应该建立在 平等和共享的基础上 而不应偏袒一方 此外 女性必须拥有 足够的权力和自主权 才能在职场取得成功 杨颖的成功 和她所获得的分厚分红 都是她多年职业生涯中 努力工作的结果 她的离婚表明 女性无需依赖男性 来获得或维持财富和地位 最后我们无论身处何境 都不应回避现实问题 这包括我们在 个人关系和职业生涯中 所面临的挑战 只有接受现实 并采取积极措施 我们才能充分发挥才能 迎接未来的挑战 经过多年的绯闻传言和猜测 黄晓明成功向叶科求婚 这消息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和期待 据报道 两人恋情的曝光始于去年初 当时他们被拍到多次 私下约会 举止亲密 随后两人也在多个场合 被发现形成重合 使用通缓物品 甚至在同地打卡 这些巧合 让网友们不断地猜测 两人的关系 然而尽管两人多次被传出绯闻 但他们从未正面回应过恋情 叶科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篇长文 透露自己已经离婚 他在文中表示 虽然曾拥有最好的爱情 但现在已转化为友情和亲情 许多网友认为 这是他在暗示自己与黄晓明的恋情 这篇微博逊运素引发了热议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祝福两人能够在一起 这次黄晓明求婚的计划 可谓是花了不少心思 据透露 黄晓明选择了一个浪漫的夜晚 打算给叶科一个惊喜 他不仅事先准备了一颗梦寐以求的钻戒 还雇佣了一位专业化仪师 为叶科布置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求婚现场 这一经典的求婚方式 也让很多网友点赞不已 黄晓明一直以来都是浪漫王子的形象 存在于大众眼中 他曾经在节目中向安德拉贝比求婚 举办了一场甚大的婚礼 令人称赞不已 这次对于叶科的求婚 黄晓明再次展现了他的浪漫风采 给他一个难以忘怀的回忆 如今黄晓明和叶科的恋情终于得到了确认 虽然两人并未公开亮相 但这一消息已经让众多网友兴奋不已 许多粉丝纷纷表示 期待两人的婚礼 并祝愿他们能够幸福美满 黄晓明作为国内知名的男演员 曾出演过多部热门影视作品 获得过多个奖项 而叶科同样也是娱乐圈的交点人物 凭借出色的外貌和才艺备受关注 两人的结合无疑将为娱乐圈 带来更多的热议和关注度 对于黄晓明的求婚 不少网友表示 看好这一对情侣 他们认为两人不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还有着相似的经历和价值观 此外两人还经常被拍到 一起出席各种活动和聚会 展现出默契十足的一面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 对这段恋情持暴留态度 他们认为娱乐圈的恋情 往往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 很难长久 不过无论如何 这一对情侣 无疑已经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此外有消息透露 两人的婚礼已经在筹备中 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开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但已经有许多网友开始猜测和期待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大家将会迎来这一对明星情侣的美好时刻 总之黄晓明和叶科的恋情得到了确认 这一消息 无疑为娱乐圈注入了新的火力和关注度 作为一对备受瞩目的情侣 他们的未来发展也将受到广泛关注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婚礼和未来的发展吧 黄晓明和杨颖的感情故事充满了爱恨情仇 虽然他们已经离婚 但他们曾经的感情是真实的 最近杨颖去看风马秀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与此同时 黄晓明星剧的播放也受到了影响 在这段甜蜜背后 似乎隐藏着更多复杂性和纷争 黄晓明在采访中多次拆穿了杨颖的谎言 揭露了他曾经说过的一些不实之词 比如杨颖深深自己家境优越 但黄晓明却表示 他从小就生活在贫困中 此外 两人对于结婚后 是否放弃事业也有不同的说法 他们曾经是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一对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 都充满了甜蜜和浪漫 在这段感情背后 渐渐浮现出相爱相杀的矛盾 黄晓明多次拆穿了杨颖的谎言 揭露了他曾经说过的一些不实之词 这些揭露让人开始怀疑 两人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信任和坦诚 在这个世界上 真爱是稀缺而珍贵的 我们应该珍惜遇到对的人 并为他们付出真心和努力 无论是黄晓明还是杨颖 在过去曾经相爱过的时刻 他们都是真实的 无论他们如今是否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 并祝愿他们在各自的人生中 找到幸福和满足 黄晓明和杨颖的离婚事件 不仅仅是两位迷信的私人事务 更是一个引发深思的社会现象 他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不断适应社会变革 以平等、独立和现实的态度 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 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共同前行 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